吸血鬼生小孩有多轻松 不仅知道准确的生育时间 随后立刻被推进产房 而且丝毫感受不到痛苦 这边医生正忙着接生 准备用钳子辅助生产 结果宠物手竟然帮忙递了过去 吓得护士惊声尖叫 一下子把他甩飞到了另一个产房 手掌啪的医生拍在了新生儿的屁股上 医生举起的手还未落下 小孩已经哇哇大哭 就在小两口还在轻轻握食 孩子出生了 半天不到的时间 有着悠久历史的亚当斯家族 就又添了一圆 推开他们为小宝宝准备的房间 一推门就看见 象征着恶魔的山羊和秃鹫壁画 还有栩栩如生的鲨鱼图像 在墙上露出尖牙 用匕首做成的锋链 以及和小型棺材一样的摇篮床 在这个家里一点也不吐 同样惊悚的还有他们的儿子 刚出生就长出了八字虎 皮肤煞白嘴唇烟红头发暗黑 全然一副清朝僵尸的模样 这孩子的父母一定不是普通人 他的爸爸亚当斯是个亿万富翁 妈妈是个千年吸血鬼 姐姐从来不笑 哥哥一脸睿智 两人都对谋杀有着极高的天赋和兴趣 更别说他俩还听说在这家族 如果生了第三胎 那么前两胎中就有一个活不下去 于是为了生存下去 二人果断先下手为强 他们抱着弟弟登上楼顶 将八斤重的铁球盒 四斤重的弟弟一起扔下去 想要验证谁先这点 伽利略看了直呼内行 话音刚落 铁球和弟弟一起被扔了下去 幸好父亲听到动静开窗向外看 正好接住了弟弟 而铁球则砸到了正在工作中的园丁 意识到老大老二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 父母终于意识到了孩子们的问题 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大伯菲斯特认为 只是孩子之间正常的争宠而已 他们兄弟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说着就亲身掩饰了手足情深 但夫妻俩还是决定招一个保姆 把时间匀出来 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父母的爱 多番面试后 他们选择了一位 爸爸伯伯以及埋在地下的爷爷 外公都相当满意的保姆 戴比小姐 其中老处男菲斯特最为满意 第一次见面他就被戴比尼的魂不守舍 但是戴比的真实身份 可不是表面上的性感保姆 而是被电视台多次专题报道的连环杀人狂大 专挑富有的单身老头下手 骗婚杀夫卷走钱财 然后逃之夭夭 显然就是人傻钱多的菲斯特 可戴比在翻找菲斯特的资产详情时 却被谨慎理智的星期三发现了 这娘们不是好人哪 但亚当斯夫妇 依然被戴比热情禁止地伪装迷惑着 为了扫清阻碍 戴比向夫妻俩谎称 孩子们很想去参加夏令明 但却不敢跟父母讲 夫妻俩为了表达父爱母爱 当即同意了戴比的主意 将孩子们送到了夏令明 这里的孩子们各个都是三好学生 性格活泼开朗长相金发碧眼 除了一个体弱多病不爱交际的四眼仔 她一见到冷冰冰的星期三就看对了眼 哥特姐弟在这里那是相当不合群 姐姐一声不吭不是因为内向 而是因为在思考怎么杀人 救生训练中 星期三和一个不会游泳的金发妹 组成了搭档 金发妹跳进水里开始呼救 没了姐弟俩的打扰 戴比的勾引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秃头是智慧的象征 赶一把天撩死 那是真男子气概 至于肤色惨白样貌不凡 想必是源自于尊贵的皇室血统 反正只要你有钱 头皮屑都是高贵的 很快两人就进入了私密约会 菲斯特将戴比带到了浪漫圣地 也就是坟头边墓碑旁 戴比躺下身 直入主题 菲斯特懵了什么 表示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戴比也懵了 还好他经验丰富脑子转得快 菲斯特顺势躺入戴比胸怀 就这样两人坟头定终身 激动的菲斯特顺便还挖了个粉 把母亲的陪葬戒指 挖给了戴比做订婚戒指 隔天还在在夏令营的兄妹俩也收到了嫁信 星期三将这场婚事成为人类有史以来 最糟糕的悲剧 金发妹一听 赶紧吐槽 你们全家不愧都是恶心的怪胎 烫胡很生气 说话间就要动手 眼见矛盾升级 老师赶紧阻止 并要求孩子们友好拥抱 和睦相处 由于姐弟俩不愿配合被关进了小木屋 四眼仔因为不参加团建活动 也被关了起来 这就是不服从多数的代价吧 但姐弟俩并没有妥协 半夜他们偷偷逃了出去 却被金发妹告状 他还趁机起哄 这必须得狠狠惩罚 但老师没有采纳 而是选择了杀伤力更大的教化 兄妹俩觉得比被打还要难受 但为了能回家也只能忍了 得到回家许可后 星期三还邀请四眼仔同学 在一个阴气浓郁的月圆之夜 轻狂好友齐聚目的 在长毛怪神父的组织下 菲斯特与戴比结为夫妇 婚礼结束后 他们前往夏威夷蜜月旅行 戴比的杀夫计划也到了执行的时候 菲斯特在大浴缸里洗香香 戴比巧笑盈盈地拿起电器 千娇百媚 忽而脸色骤变 痛下杀手 可没想到菲斯特不怕电击火烧 还给了他一个惊喜 戴比傻眼了 不过很快他就想到了对策 用身子威胁菲斯特永远不能再见亲缘 否则就别想碰他 菲斯特久汉多年 完全挡不住诱惑 愿由戴比摆布 戴比有了足够的时间 考虑如何谋杀亲夫 家人很快就收到了菲斯特的永别性 亚当斯是一家 也是最看重亲人关系的一家人 高摩子一时无法相信 他与妻子登门造访 是要眼见为实 但菲斯特正沉迷在戴比的大波里 无法自拔 一狠心赶走了兄弟 高摩子悲痛欲绝 更糟糕的是 刚出生的老三生病了 竟然长出了一头金发 皮肤也变得粉粉嫩嫩 肉肉嘟嘟 简直和正常的人类又在无异 见多识广的巫婆丈母娘说 这是因家族不合 亲人出走造成的 要是菲斯特一直不回来 老三的病情还会进一步恶化 他会长出酒窝 长大后会当律师牙科医生 甚至是最可怕的国家总统 高摩子气的心血管都堵了 夏令营里即将迎来闭幕式 同时感恩节也快到了 老师要组织一场话剧表演 庆祝节日和闭幕式 主题是北美一家亲 金发妹饰演白人女主 她的一众金发闺蜜 也都饰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其他的小朋友 则被安排饰演印第安演人 星期三当然拍案反对 指出这部剧编的过于幼稚 结构松散 角色也不实际 于是几人又被关进了小木屋 当虚伪成为主流 反对她的人就是犯罪 这次的思想改造 还被加上了迪士尼动画片 经历了一晚上的头脑欲裂后 星期三崩溃的投降了 费尽毕生演技展示了一张是好的笑脸 但星期三并不是真的屈服了 演出开始后 星期三果断反水 自改剧情 拒绝可笑的北美一家亲 陈述白人侵略者的狠辣无耻 贪得无厌 并带领印第安残部 开启了迟道的复仇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把夏令营闹成了世界末日 星期三与四言才 也因此结下了一段 革命有意 身稳过后两人依稀别 因为星期三还要赶着回家 营救大伯菲斯特 此时的代比 在琢磨了多日的谋杀亲夫后 终于搞出了一颗巨量TNT炸弹 以生日礼物的方式送给了菲斯特 可万万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代比终于忍无可忍 掏出手枪 直接摊牌了杀夫计划 不杀了菲斯特这个丑八怪 他势不罢休 菲斯特深受打击 关键时刻宠物手去车标来撞飞代比 救走了菲斯特 回家之后 菲斯特悔不当初 向弟弟深刻承认了原则性错误 因为亲人的归来 原本病得只剩一口气的高模子 瞬间还魂 孩子们也赶了回来 亚当是一家忠于团聚 正当大家感慨交集时 代比手持中枪杀了过来 一家人被整整齐齐绑在了审讯上 为了让大家死得明白 代比郑重介绍了自己悲惨的前半生 他出生于一个中产之家 父母非常溺爱他 但在十岁生日那年 他本来想要个五群八笔 但父母却买了沙滩八笔送给他 太让人失望了 必须以死谢罪 所以代比一把火送走了他们 他的第一任丈夫也挺过分的 是个心脏外科医生 经常加班不回家 结果代比用斧头送走了他 代比的第二任丈夫更过分 是个参议员 因为心怀天下作风清廉 不肯给代比买奔驰 人也没了 所以说他这一生呢 全赖命运悲惨 半点也不由他 高模子夫妇深表认同 趁着代比感情泛滥 菲斯特赶紧求情 能不能把亲人都放了 只杀自己就行 代比当然不肯 你们全家都得上路 不过亚当斯一家 那可是个个身怀绝技 正在大厅玩推车的老三 突然被抖到一块悄悄板上 代比就这么离谱地 被一系列巧合 变成了一堆灰 不久后 亚当斯一家恢复了 往日的其乐融融 不过当一位 新宝母光头妹来到家里时 菲斯特又好了伤疤忘了痛 芳心蠢蠢萌动 四眼仔也来到了 古堡参加聚会 打扮得与高模子高度雷银 在四眼仔入赘之前 他问星期三 是否想过要结婚生子 星期三觉得不可能 四眼仔不死心 可是你若遇到合适的男人 他也爱你了 他愿意为你当牛做马吗 那你怎么办 我会可怜他 四眼仔有些失落 只能转移话题 看着戴比的愤怒 他惋惜可怜的戴比 换了精神病 亚当斯一家的价值观 于1993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典型的哥特电影 提起哥特电影 不少影迷都会想起 剪刀手爱德华 它是为数不多的 被大众认可 低哥特风电影 因其怪异的风格 夸张的造型 唯美的剧情 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同时又似懂非懂 说白了 哥特斯电影 其实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电影 它用于由现实 托起的故事背景 来隐晦地表达 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批判 调侃或是讽刺 再通俗一点 你也可以带入西游记 聊斋之意这样的鬼神故事 在脱离现实的故事框架下 创造着可以更隐秘 更自由 更夸张地表达观点 你可以把它纯粹地当成一个 离奇故事来看 也可以解析出 更多隐秘的含义 从这一点来说 亚当斯一家的价值观 就是一部讽刺喜剧 讽刺寻规蹈矩 讽刺主流文化 亚当斯的家族认为 当人类是最糟糕的 为他人做贡献是最虚伪的 小孩子是有坏心眼的 女人们是不知足的 童话是鬼都不信的 结婚生子是很可怜的 电影在嬉笑之中 打破了很多固有的主流思维 让观众能够在现实中放松一下 现实里的紧箍咒 那么 亚当斯一家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 导演给出的答案是家庭和睦 那些找各种借口 疏离泼散的家庭 都应该学学亚当斯一家 一家人吗 就要整整齐齐地在一起 无论他是个蠢蛋还是个混蛋 亦或是爱捣蛋 家庭不合能使人类才会干得出来的事